當我迷失時聽著的歌 即是曾經迷失 其實這首歌由剛剛寫到後期 歌名變成當我迷失時聽著的歌 其實這段歷程我內心产生了很大的變化 原本我和爸爸的關係很好 我單親家庭長大,爸爸一手臭大我 我覺得我做了創作這麼久,我竟然沒有寫一首歌給我爸爸 上年我想寫一首歌給我爸爸 誰知寫一寫就變成一首鼓勵我自己的歌 這首歌鼓勵我 我很記得我最後錄這首歌的時候 是他們剛剛跟我們說要走了 我錄完,因為CY監這首歌 其實聽的底部是有點搖滾的 但CY說我們不要用一個Rock的唱法 我們反而要更加Soft,更加耐心地去呈現 突然那一刻我聽到他這樣說 或者我自己嘗試這樣唱完 我就這樣聽一兩句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點沒這樣讀 因為覺得原來有些情感是不需要很強烈地表達的 然後當這首歌《我迷失時聽著的歌》錄好之後 叫我出來聽一次 我記得他們有我一個人坐在那裡自己縮起來 其實我那時候是哭了 但我又不好意思 當時監製也不知道有什麼事 我突然被這首歌打動我自己 這首歌可能也 因為這件事 我們團隊削入了一半的力量 這件事 其實MJ絕對跟我一樣很傷心 甚至也不讓我少 而且在那個時候我們就做好了這首歌 我想這首歌不多那麼少 因為其實在說的就是 好像跟自己說 無論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所有人都離棄你 你覺得很孤獨的時候 其實你總會有親人 或者是自己都是自己最親的人 總有一份力量可以撐著你走下去 只要你相信 謝謝你的 謝謝 謝謝 好